大家好,我是小飞老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这一讲的语法内容。 这一节课我们将继续上一节课的内容,帮助大家来回顾法语当中用来继续过去事件的时候,使用的各种不同的过去的实态。 那今天我想带大家一起来做一个练习,在做练习之前我还是想要带大家来回顾一下这四种实态分别使用的情况,那这也是我们之前那节课讲过的内容,我们来很快的过一下。 那么用来继续过去事件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到四种实态,第一个是le passé composé,复合过去时,那复合过去时的话是用来记录你的一个主要的事件,就是说你重点想要说的是哪一件事情,然后这件事情的里面的一些动作,我们就是用复合过去时来表示的。 然后我们有l'imparfait,l'imparfait未完成过去时,它是用来描述状态,交代事件发生的背景,或者说用来解释说明,用来表示过去某一个习惯性的或者是反复发生的动作。 总的来说,imparfait就是状态,是延续的,伴随着主要事件和主要动作而进行的。 然后我们有le plus que buffet,遇过去时,我们也在不久之前学过,遇过去时呢,它是表示过去的过去,就是说我们在这一件事情里面,用bassé composé,是来记录主要事件,而如果你想要表示在这个主要事件或者在这些主要动作之前,还发生过一些什么动作,那么这些动作我们就是要用遇过去时来表示了,过去的过去。 最后一个是venir de,加上动词不定时,那这个用在现在时,就是最近过去时,刚做过什么事情,那如果放到过去的话,就是过去的最近过去时,那么我们要把venir用未完成过去时来变为,venir de,完成过去时变为,加上动词不定时,它表示在主要动作之前,刚刚发生某一个动作。 现在请大家一起跟我来看下面这一段话,那这一段话的动词呢,我们现在暂时都是用动词不定时的形式来标出来的,请大家跟我一起念完这段话之后,然后我给大家一些时间,大家把这些动词尝试着进行变为。 好,我们先来看这段话。 而且这一年呢,他还 se débarrasser de son ministre des Finances,摆脱了他的这个财政部长, se débarrasser de quelqu'un,是摆脱某人的意思。 quelques mois auparavant,而几个月之前呢, le cardinal de Mazarin mourir,而几个月之前呢,是这位红衣主教, Mazarin,去世了。 我记得这个故事,我记得这个故事。 而在八月份的时候,也就是说,前面说到那个决定的一个月之前, un mois avant ses décisions。 Fouquet,就是我们的这位, le ministre des Finances,这位财政大臣,他名叫Fouquet。 他做了什么事情呢? inviter la cour à une grande fête dans son château。 他把这个宫廷啊,邀请他到他的这个城堡里面,去开一个这个大型的派对。 这个城堡是qui être magnifique,美了美患的, magnifique,一个表示极致的形容词。 好,再往后, nous assistez à de magnifiques spectacles, organisés par Molière et le musicien Lully。 我们呢,观看了一些非常棒的节目,又是这个 magnifique,啊, magnifique放在名词前面表,这种表示评价的形容词,还记得吗? 放在名词前面,是用来强调他的这一种语气,强调说话人赞叹的这种情感。 那这个 spectacles,这个节目,是由谁来组织的呢? 是由 Molière, organisé par Molière, et le musicien Lully,以及这位音乐家 Lully。 le roi sapercevoir que,这个国王,注意到,或者说意识到, sapercevoir,是注意到,意识到的意思, que Fouquet être plus riche que lui, Fouquet居然比他还要更加富有。 ce jour-là,那一天呢, il comprendre que,他明白了, son ministre volé l'argent du rayon, 他的这位部长,是从王国里面,偷了钱了。 un mois plus tard,一个月之后, il faire emprisonner Fouquet, 他让人把 Fouquet给关起来了, emprisonner是囚禁某人的意思, 那这里 faire emprisonner就是,让别人把 Fouquet囚禁起来, 因为你国王不可能自己去把它囚禁起来,而是找,比如说监狱的御长啊, 或者是思考部门的人啊,把这个 Fouquet囚禁起来了。 好,这是这样一段话。 好,现在请大家稍微思考一下,我们每一个动词分别应该用什么实态, 想一下什么是主要事件,什么是描述背景的,交代情况的, 什么动作或者说什么事情,又是发生在主要事件之前的。 那我们这个故事,大家想一下,主要事件是什么? 主要事件就是我们的这个第一句话,是路易十六做了一个决定, 而且他怎么样,他摆脱了他的财政大臣。 所以这两个动词,decide和sundi barasi,一定是用的复合过去式, 因为它是记录的主要事件,所以 le roi Louis XIV a décidé de gouverneur, et qu'il s'est débarrassé de, qu'il s'est débarrassé. 然后 quelques mois auparavant,几个月之前呢, le cardinal de Mazarin,这位红义主教 Mazarin呢, 他刚刚死去,所以这里表示刚刚死去,要怎么说啊? 其实他这个也是我们主要事件发生了一个背景。 几个月之前,这个人刚刚死去, venez de mourir,大家可以用,venez de mourir. 好,在往后,je me souviens de cette histoire, à cette époque,je être au service du roi, 在那个时候,我是为国王效劳的, 这是我在当时的一个状态, 那么用状态我们肯定就是要用, imparfait,j'étais au service du roi, 然后再来,en août,八月份的时候, 这个fouquet,in vide,la cour a une grande fête, 邀请了这个整个宫廷,in vide, 它是一个动作形,到这里肯定不能用un barfait, 但是呢,这里,这个in vide, 它又不是我们这个主要事件, 而是在我们这个主要事件之前发生的, 我们刚才看到了,九月份, 国王决定要罢免他的这个财政大臣, 然后后面是讲到un mois avant, 在这个决定做出之前的一个月, 就是八月份,八月份的时候, 这个fouquet做了一件事情, 那么这个动作,自然我们就要用过去的过去了, 所以这里in vide,我们要用plus que parfait, avez invité la cour a une grande fête, dans son château,de vos le vicomte, qui être magnifique, 这里明显是描述这个château的一个词, 关系从聚, 所以描述当时的场景, 我们是要用à parfait, était magnifique, ce château était magnifique, qui était magnifique, 再往后, nous assisté à de magnifiques, spectacular, 这里是一个动作, 但是也是发生在主要事件之前的, 反正这件八月份发生的事情里面的动作, 我们都是要用plus que parfait, 因为相对于主要事件, 它是之前发生的, 所以这里我们每人就要说, nous avions assisté, plus que parfait, nous avions assisté à de magnifiques spectacles, 后面, s'apercevoir也是一样, 语过去是, 国王在当时那个派对里面, 注意到了, le roi s'était aperçu, 语过去是, le roi s'était aperçu, 主动词 être, 放在代字部分 ce, 和过去分子, aperçu之间, 他注意到了, que fouquet, être plus rich que lui, 这个是, fouquet当时的那个状态, 是比他更加富有的, 所以这里 être, 我们要用, un parfait, 为完成过去是, fouquet était plus rich que lui, ce jour là, 那一天, 国王是, 人就是, 遇过去是, 因为是动作性质的, 他明白了, il avait compris que, 遇过去是, il avait compris que son ministre, avait volé de l'argent, 人就是一样, 偷钱, 这个动作也是发生在主要事件之前的, 所以这里还是, avait volé son argent, un mois plus tard, 一个月之后呢, il avait fait emprisonner fouquet, 人就是, 建设这件事情下去, 那么人就是遇过去时, 他让人把fouquet给关起来了, il avait fait emprisonner fouquet, 好, 那就是我们这一段综合练习, 好, 那现在的话, 该轮到大家自己做练习的时间了, 请大家完成下面这几道练习题, 她记得来平约五号的时间, 第二櫥 위해서这个项目的时间, 尝尝的时间, 底声下只这么有点防御 coordin, 最发生的时间了, 漫尼再次进要路上站找来放所谈 ani tan Sekhle, 还有我们这个月的手机后, 那么重 ком�乜内弥, 因此我不硬直是吧超时 safety, 被动态 我们之前有学过被动态 那么在叙述过去的事件的时候呢 我们也有的时候也会用到被动态 就是这个at加上过去分词 那么被动态在我们不同的时态下 它的变位大家要注意 你原来这个动作是应该是用什么时态的 那么用在被动态里面 我们这个at要以相同的时态来进行变位 大家看到我下面这些句子 这些句子呢 它们都是原来是主动态的 请大家跟我一起来把这些句子变成被动态 那么这些句子所讲述的事情呢 是接着前面那段话继续的 Ensuite du récit du témoin de l'époque de Louis XIV 我们来看第一句 Le roi m'a engagé en 1659 国王是在1695年召我进来的 那我是在1695年被召进来的 把这个我作为主语的话 我们就要用被动态 原句用的是复合过去诗 那我的被动态也要用复合过去诗 所以这第一句的被动态就是 être engagé 用复合过去诗变出来 那么就是 J'ai été engagé en 1659 être复合过去诗 在这里是 J'ai été 第二句 La révolte des nobles avait impressionné le roi 贵族的一些动乱 Ave impressionné le roi 用的是复过去诗 L'ing这个国王感到震惊 如果是国王被impressionné的话 那么就是 être impressionné 那么我们原句用的是 复过去诗 所以 我们的被动态也要用复过去诗 Le roi 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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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err 后面句 La suppression de Certain Privilege Ave Ave Exaspérer Les nobles Exaspérer 是 激怒 惹恼 的意思 就国王 它是 删除了 一些 贵族的特权 La suppression 删除 这激怒了贵族 那么贵族 被激怒 被动态 原句用的是 诗过去诗 那我们 被动态 也诗过去诗 Les nobles 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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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spérer Par la suppression de Certain Privilege 那这里的 主语是 Les nobles 富翼 那我们的 过去诗分子 Exaspérer 在文章里面 不要忘记 要信书配合 加上 S 跟这个主语 进行信书配合 在后面句 La famille Royale Ave Ave Abandonné Le Palais Dulouvre 这个皇室的家庭 放弃了 卢浮宫 这个宫殿 那么 卢浮宫 宫殿 被放弃 Etre Abandonné 用 遇过去诗 Le Palais Dulouvre Ave Eté Abandonné PAR La Famil Royale Le Palais Dulouvre Ave Eté Abandonné PAR La Famil Royale 最后一句 On a construit Le Château De Versailles Pour que la cour Soit Louin De Paris 然后呢 就建起了 这个 Famil Sai Gong 为了什么呢 Pour que la cour Soit Louin De Paris 为了让 这个宫殷 能够远离巴黎 Pour que 加上 虚拟式 Soit Etre 的虚拟式 变位 这句话 改着被动态 Le Château De Versailles Famil Sai Gong 被建起 原句呢 是复合过去诗 所以应该是 Le Château De Versailles A Été Construit Pour que La cour Soit Louin De Paris A Été Construit 那么总的来说 就是被动态 用在过去时的时候 你这个句子的动词 原来应该用什么时态的 那我们被动态的 Etre 就要用什么时态 去进行相应的变位 而并不总是 Etre 现在时的变位 这一点相信 还是比较好理解的 好 那到这里为止呢 我们今天的语法课 时间也差不多了 最后我给大家留了 两道关于这个 被动态的练习题 请得来完成 请不吝ですか 请不吝uka 请不吝uka 下节课是我们这一课的最后一讲语法课 我将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在我们描述过去事件的时候 要如何去表达你的一些确切的时间 或者去表达一个大致的事件 还有一些我们以前学过的表达事件的发生 有一些动词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下一节课将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这几个动词 然后还会再补充一些其他的可能会需要到的动词 好 那我们就下一节课见吧 A la prochaine